哈喽大家好 我是J 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视频 今天其实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来到这一波来说的话 标普500指数是失去了自己的 这一个200日的均线 指数来到这里 是不是到了这个物极必反的 这一个区域 有没有这种反弹的可能性 关键的点位在哪里 现在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我们是要去掌握好的 然后为什么今天这一个Meta的财报 一波多折 我们可以看见先是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先探低 然后出来之后开始走高 我们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现象 冲高了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在夜盘这里面 还是进一步的开始去 再回落的 那么这一个Meta的关键点位在多少 最后去讨论一下 明天这一个亚马逊 因为这几个大科技 亚马逊在这一周 就基本上是序幕了 下一周更加重点的 这一个苹果会出现 毕竟在这里 机构肯定是看着 苹果这方面的筹码 一来10月30号 苹果会有这一个发布会 新一代的Mac 还有iPad 可能有可能在那里 就是发布出来 这个Spooky Event 因为就是在万神节的前一天 苹果有这个推出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10月2号的 这一个记录财报 也是这个记录最大的一个看点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股市的这个详细的一个走势 这里呢 还是市场是充满了很多的 这一个uncertainty和不确定性 特别是对于这一个中东这一方面的 这一个到底在走怎么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个敌人政治呢 也是加深的 特别是对于这一个加沙的这个陆战 我们看到俄方 中俄这一边呢 是在这一个联合国这一边呢 是把这一个美国的这个决议呢 去给这一个 想办法去把它给否决掉 所以这个产生了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是有这一个俄方呢 是在进行这一个核测试 所以在那个呢 就引发了今天 下半场我们看到突然 盘后呢 这一个市场 在我今天直播之后 突然就出现了这一种进一步的下滑 因为其实我们在盘后直播 看meta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好一片绿油油的在盘后 但是突然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一个利空 然后就往下去走 然后大家都在找 好像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利空 但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 这一个俄方这一边呢 是有在去进行这一个 和测试这一边的 所以会引发 引发这一个市场进一步的 这一个恐慌 如果这个暂时有这个 进一步的escalate 就是升级的这一个状态来说的话 明天早盘呢 还有很大的一个变数 因为会出这个美国经济 这一方面的这些数据 例如了这一个就业数据 还有这个耐久品产品 然后耐久品的这一个物价的一个改变 但是最大的呢 就是US GDP 到底是不是如美联储所说的 现在的美国的经济 还是非常的强大 然后美国这一边呢 今天晚上也是发现 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 在这个Louisston 在Main这一边东部 然后呢 是发生了这个枪击案 好几时 在这里呢 是我看的时候是 上万人数是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呢 还是充满了这一个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这件事情应该暂时来说 没有跟这一个恐怖组织是有关系的 所以没有往那一方面 但是还是初步的这一个调查中 所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一个下文 好 接下来我们去讨论一下 各股的走势 我们先直接去讨论一下 这一个特斯拉 特斯拉来说的话 昨天我们就是在想 这里三天连续的布林线之外 跟前面非常像 然后 如果是跟这一边真的是 完全很一致的话 那这一边应该是能冲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前一天呢 是冲高回落了 第二天来说的话呢 就是尽量不要再进一步的往下去 探出这个新的一个底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来说的话 如果能继续震荡在这个幅度 不跌破像210这个点位的话就很好 现在我们知道夜盘这一边呢 这个特斯拉走的不是这么的有利 因为旗指在下探 来到这里夜盘是跌的接近3% 现在是到了206左右的这个点位 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盘 而且明天盘前呢 一个小时就是有这些非常重要的 这个数据出来 所以到时候就是去看 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这个特斯拉之前呢 探底的时候呢 这种反杀的反转的这一种的幅度呢 是非常的惊人 包括在这一边我们就看到 对吧 212探底之后呢 它就做了一个7%的这一个涨幅度 然后如果我们把时间调回去 去101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看到101是一天的时间 转第二天的时候都已经上120了 所以这种15%20的反转的话 就给这个抄底的这个机会呢 就没有给这么多 这里如果这里确实是一个底部的话呢 我们就看它会不会做这种快速的反弹 200之下呢 就可能要去看之前我们讨论这些 188 191 180的这种点位了 但是暂时来说呢 还是在200之上 所以就是看这一边能不能进一步的去做这一个防守 特斯拉的消息面这两天还是非常的薄弱 股市整体来说呢 还是在观察记录财报 但是针对于特斯拉各股的这一个消息面来说的话 还是跟这个Model 3的Highlight 换行版的交付是有关的 这个在这个国内呢 是明天是正式的开始去做这一个交付的 所以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去刺激一下 这一个股票的反弹 但是对于夜盘来说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分歧 别的来说呢 就是这一个新啊 又是这个Joe这位推特上博主 去分享出来的 特斯拉战车的一个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还是在进一步的去为 这个Cybertruck的这个交付去准备 10月30号 下个月月底 之前有没有round up呢 又是市场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特斯拉来到这里来说的话呢 是在它的200日均线之下的 200日均线是在216 现在夜盘来说 这个206的话 已经是开始拉开一段距离了 股价呢 也是会走这种比较物极必反的 这种的走势 就是看这个 这一个整个科技股来说的话 特别是纳指 大盘如果开始转弯的话 相信特斯拉有一定的可能性 会跟着上去 毕竟特斯拉最近这一个个股的消息面呢 还是比较淡一点 因为前面出来的消息 就是这个记录财报之后 有不少的这一个投行是下调的嘛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就看见对股价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但是感觉现在就是在找这个止跌的点位 点位呢 大约是在多少 然后就是看止跌了之后 能不能进一步的做反弹 这里整体比较弱 是因为二赛呢 还是非常的弱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30跌破 又回到了29.78 就是看明天啊 这个特斯拉可不可以随着这个大盘呢 再次的做出这一个啊 这一个反转 好 现在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Meta Meta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还是绿的 然后盘后收盘了之后 盘后这一个进一步的 进入电话会议这些环节之后 我们可以看见是进一步的 啊 这一个收红的啊 绿转红 为什么会转跌呢 因为其实啊 可以看到有很多指标的啊 其实我们在这一个财报的直播里面呢 已经讨论了啊 Daily Active Users 对吧 每天的这个用户呢 其实还是走的是啊 挺不错的 还有Monthly Active Users 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其实各方面都还是挺不错 但是主要被打压的 跟Google还是一样的 就是专门是选啊 一个就是华尔街的这个重点 Reality Labs 也就是它的元宇宙方面的 这一个business生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预期呢 是啊315million 就是3.15亿 但是实际这一个啊 这一个revenue来说的话呢 只有210million 2.1亿 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差 而且更加多的就是 如果我们去做这一个 一年前的对比 Year over year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26.3%的减少 啊我们也知道 在元宇宙的方面 Metaverse呢 这个Meta 是花了不少的钱 投资进去的 啊如果营收在这一边呢 是有负增长 而且是不及预期的话 啊那在这一边 股价呢 是会见到这一个啊 下调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Meta 暂时的走势 不是这么的有利 但是其实也是应该去往啊 就是它的这一个 好的一方面去看的 因为它的这个财报 还是非常的优秀 毕竟这个元宇宙呢 只是它财报里面的一个部分 我们应该看这个总数的 而总数来说呢 我们知道这个 特斯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呢 是它的毛利润啊 margin 那么这个Meta的毛利润 也是这么糟糕的吗 我们可以看到 去年9月30号的 这一个三季度 2022年的时候呢 它的operating margin 是20% 那么今年这个最新的季度 是多少呢 operating margin 是40% 足足翻了一个倍啊 20%呢 这边变成的是40% 所以走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这一个啊 财报出来的时候 它的这一个啊 EPS来说的话呢 是4.39 去年呢 是1.64 这一个幅度啊 是改变了 百分之168的 这个增长 而且是高过 花街的这个预期的 啊 花街的预期 比这个4.39的数字呢 是三字头的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beat 所以如果明天 纳指如果真的做反转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啊 这个Meta 会不会从跌转涨 然后开始去做 这个补涨的这个作动 Google来说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的乐观 因为确实是 营收的这个增长呢 缓慢了非常的多 所以股价 我们就会看到 有这一方面的担忧 啊 毕竟微软啊 微软收购了 这个OpenAI呢 啊 然后有这个 ChatGBT去加持之后呢 感觉就是在 这个人工智能的跑道上呢 是继续的加快 这个速度 啊 Google追上去 也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毕竟他跟英伟达 是有更加密切的 这个啊 更加密切的一个合作的 昨天才讨论这个啊 微软呢 主要是跟这个AMD呢 在合作 在这个芯片半导体的上面 当然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呢 在大科技里面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有去利用 Meta啊 自己本身就很早就埋伏好了 这个英伟达的高端的芯片 啊 然后特斯拉来说的话呢 是最近去拿到了这一个高端的H100呢 去继续帮自己的这一个啊 人工训练模式 这个Dojo呢 去进一步的去做这一个啊 这一个加持 好 说到这个人工啊 智能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 Palantir PLTR啊 今天啊 直播这一边呢 是由小伙伴想去了解一下 PLTR其实这几期这一个直播 都是有去讨论到 啊 我知道直播是那个长一点的一个视频啊 所以可以可能没有看到啊 但是PLTR来说的话呢 啊 今天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 跌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域 50均线 蓝色的这条线 啊 正好在15.65附近啊 所以现在股价呢 就是在这里附近的 如果明天能撑住这个50均线 就算它下雨线下去的话 不跌破的话 那就还有这一个啊 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跌破的话呢 就可能要小心一点 下面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呢 是在14点啊 14块这一边的 应该其实再低一点 对 在13.7左右啊 也就是一条大的这个瓶颈线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点位 破了50均线呢 啊 这个走是暂时来说呢 就不是这么的理想 前面为什么能冲高呢 一来就是签了几个 签了这个新的military contract 新的军工合约 另外一边来说的话呢 还有一个 欧洲这一边 还有一个这一个健康这一方面的啊 这个合约 但是那一个还在还在还在看啊 不一定 啊 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它是这一个军工概念的吧 虽然是AI方面的啊 在军工系统里面呢 是有这个PLTR的这个概念的 所以前几天 这个啊 开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PLTR是有被加持的 但是这些利好被冲淡了之后呢 没有持续的利好去刺激PLTR的这一个啊 这个股票往上走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冲高回落的这一种的走势 它是需要更加多的催化技能 才能进一步的往上啊 跟着大盘上去比较难 因为现在大盘非常的低迷 除非这里大盘出现了比较是这种反转的走势 大家看到像IWM 也就是罗素2000 小股这一些市场又是RiskCoin 啊 没有做这个规避风险的话 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些股票呢 再次的起来 毕竟最近来说的话呢 对于小股还有这一个科技股 对于这个小股和科技股 一个最大的影响呢 啊 就是国债利率的啊 所以明天去看反指的话 啊 去做这一个啊 如果再考虑抄底啊 或者做反弹的话呢 就非常要关注好啊 这一边的这个走势 因为十年国债利率呢 再次的逼近5%这个大关 我们知道现在它虽然有出破啊 这个突破了5%这一个大关 但是没有能站稳 没有能起稳 所以来到这里 它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能超过5% 然后是起稳的话 因为其实这一边国债利率继续往上走呢 就是有人在沽空美债 或者在抛售美债 另外一边就是美联储继续激进的加息的话 才能促进这一边国债利率继续往上走 国债的价格继续往下跌 但是我们知道美联储呢 进入了这一个加息的这一个尾声 然后沽空来说的话 大空头才刚刚关掉 所以也不是这么大的这种的可能性 所以可能5%真的有可能 是这里的这一个local top 所以明天啊 如果看到国债利率突然的 突破到5之上 又被打压下来的话 那股市可能再一次的 做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反弹 到时候就去看啊 这一个meta呢 会不会做这一个补涨的这个动作 因为这份财貌来说的话呢 还是整体来说 总数你去看这个总数额 而不是去看这一个元宇宙 就是啊 那个发展不是这么的好的话呢 他总整体来说 还是赚了不少钱的 毕竟他的这个线上广告的 这一个business呢 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 这一个亚马逊 在三者之间啊 三个这个云端 这个infrastructure基建的 这一个巨头里面 对吧 我们有这一个Microsoft 他用的是Azure 然后亚马逊用的是 Amazon Web Surface AWS 接下来呢 就是微软的这一个 sorry 接下来就是Google的这个GCP Google Cloud Google的云端 三个里面 亚马逊AWS呢 是这一个占有率最多 也就是这一个老大 比如说奈飞 还有Facebook 很大部分的这一些 网站的这个结构啊 全部都是摆在这一个 AWS上面的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啊 大家也懂了 现在呢 就是在看谁的AI的概念 比较强一点啊 哪一个发展的最快 所以感觉就是有OpenAI 这个加持的这个微软 走在前面 我们看到微软的股价呢 是得到加持 很可惜就是今天大盘 还是往下在下滑的时候 微软没有能就是 直接是撑住 也是有点冲高回落 但是没有翻红 整体是收率的 但是还是回落了不少 所以微软和这一个Meta 来说的话呢 我们看如果明天大盘 真的能起往往上 是不是会往上去做 这一个这个补涨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AWS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的这一方面 人工智能加持 亚马逊能用的 这个叫做这个Bedrock AI 都是这一种呢 在起来的 所以就是去看 这个AWS的营收 这一方面增长怎么样 如果还是比较不错的话 就还可以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的 这个进入这个财报里面呢 今天Meta呢 在盘中已经是跌了 百分之4.17的 就算自己的 这个总体的一个财报来说 还算是比较好的呢 还是盘后进一步的 再跌百分之3.35 所以这个亚马逊 虽然这两天啊 我们知道那个亚马逊 还是跌了不少的 百分之5.58 盘后也是跌了1.91了 所以这里很多人 都有问题就是 那既然亚马逊已经跌了这么多 这一些像Google财报爆雷 然后这一个 员端服务业呢 可能是比较 除了这个微软之外的 这个业务来说 有点走弱的话 那么亚马逊是不是 其实已经把这个利空 出镜 然后把它给priced in了 这个就是明天 一个很大的看点 所以亚马逊来看的话呢 就是去看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一些 这一个关键的这个点位 本来呢 是希望亚马逊呢 能收住他的这一个 123左右的这个瓶颈线 但是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穿了 下一个重要的点位 就是在120.88左右 也就是现在的反弹的 这一个点位 这里非常重要 但是更加大的一个点位呢 就是在这里下面 114左右 我觉得财报如果真的走的是 非常的不好的话 然后要继续往下探的话 可能就是来114这一边了 但是如果来到这里呢 跌幅有点过多 指数也开始反弹的话 先去测探123怎么样 123可以的话呢 就开始去补缺口了 下方在126 上方是在128.6左右 就看这两个点位 可不可以被拿下 走的情况比较好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上看了 132和135这一边 我觉得一口气去135的话 那真的是要巨大的利好 才能就是直接呢 把这个亚马逊给冲上去 比如说那个Bedrock AI 得到了巨大的这一个增持 这个业绩来说的话 以后可能这个前瞻预览呢 是走的是非常的好 guidance给的不错 或者就是他的这一个 AWS的这一个营收呢 见到很大的一个增长 所以这就变成了 是亚马逊的财报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对于Google和这一个微软呢 还是有极其大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板块的这个相应 那明天啊 本来我们在这个直播时候 做的这一个预测呢 就是离开高走 啊当时我们这一个旗址 应该还是在 4180 4190的位置左右的 所以啊直播的时候 我是说先看4166嘛 因4166就等于是 这一个下行隧道的 这一个下方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离这个关键的 隧道的下方的点位非常的近 前面摸到隧道这一边呢 全部都是反弹的 所以我们看这一次摸到呢 是不是先要做这个下影线啊 把这一个先止跌了 然后再开始强劲的日内 拿回去之后呢 开始做进一步的反弹 下影线有可能去 4145左右啊 4145左右 SPX啊 4166能守住 固然是最好 然后就开始反弹 去看4189啊 4194这一边 能不能被收服 收服的话就进一步的往上 我觉得最大的点位在 4220附近呢 就是看如果就是一口气反杀 因为之前它是在 4220和4260之间呢 在做这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啊 这是我对SPX的看法 我觉得明天这一边呢 就是GDP出来呢 基本上主力呢 看主力走的这个方向 应该是能决出一个胜负的 啊 那今天我觉得是真跌还是假跌呢 我觉得来到这一边呢 今天是绝对没有出现这一种 capitulation 也就是啊 有恐慌性抛售的这一种的走势 为什么呢 恐慌性抛售呢 是比较不理智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是放量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日线级别的话 看这一个SPY啊 也就是标普500指数基金的这个走势 啊 这个交易量来说的话呢 每天在这一个股市都是排在前面的最高的 嗯 这两天是capitulation恐慌性抛售 大家可以看到交易量放的非常的大 跌幅也非常的快 今天是这一个蜡烛非常的长 代表跌幅很快 但是呢 这个交易量绝对是没有前两个这么高的 所以这里有点是这种缩量的 在往下再跌的这个感觉 嗯 特斯拉也是一模一样的 刚刚我们正在做特斯拉嘛 大家可以看到的前两天 也是交易量比较偏大 今天是偏小的是缩量的 而且另外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几天CNN没有更新 它的恐慌和贪婪指数 照理由来说 这里创新低的话 然后啊市场呢 是进入这个极度恐慌的话 那我们应该会看到恐慌和贪婪指数 也进入到那一个境界 那我们看到了吗 还在30 要跌过25呢 才算是极度恐慌的 而这个数字呢 在不久前还是在十几的 对吧 在那个时候 真的市场是处于那种 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是比较是偏向于极度恐慌 但是在这里呢 它只是在恐慌里面 这个数字呢 是在30 而且更加有意思的就是 前面的一个收盘呢 是29 今天反而还高一点 一周前呢 是在恐慌的29 现在还是比那一点呢 是更加的高 一个月前是25 极度恐慌的 但现在还是摆在30 所以这里就来了一个bug了 到底这一次 对吧 我们跑到了这一个隧道 这一边来说 大盘来说 跑到这个隧道 到底这里是没有跌完呢 还是要做这个触底反弹 然后进一步的 开始往上走 这种反转的行情 反正明天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周五来说呢 也还是比较 也还是挺重要的 毕竟还有这个核心PC的数据 还没有完全的出来 这里我再盯着这个大盘多一点 因为明天应该是多空博弈 会决出这个胜负的 现在如果我们去追繁殖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SQQ 齐全的这种分析 富途流上面就有啊 大家会看到的 有很多SQQ的这个汉跌齐全呢 几乎一半呢 这一周到期的话呢 全部都是价内 如果我们去看月结算 11月中这一边去 到期的那一张的话呢 也差不多一半呢 全部都在价内了 所以周五这一边呢 我们先把这一周的给做掉的话 如果有一半的期权 全部都已经in the money 在价内了 那么Dealer&M 也就是这些坐实商呢 会去想办法 就是去看 怎么样赔少一点 毕竟越来越多的这一个 看见期权进入价内的话 那个赔率有点高 所以去看一下 到时候呢 这个坐实商会不会开始 做这种反转的这一种方向 但是肯定早盘来说的话呢 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恐慌 这一种的抛售啊 虽然我看到恐慌 他的指数那一边 没有就是太多这个恐慌 但是我们也去看一下 投资者明天开盘的这个反应 应该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去决定呢 这一波到底能不能 进一步的去做这个反转 但是暂时来说呢 我们看到了催化季 和这个消息面来说呢 对于这个整个股市呢 是在这种谷底是比较是能对称的 这一种的走势 但是能不能就是触底反弹呢 就是一个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所以还是那句话 关注这一个国债利率 看这个国债利率 是不是在十年的国债率 在5%呢 又被打下去了 另外的一个重要点呢 就是看VIX恐慌指数 会不会冲高回落 好 最后我们去看一下日元 对美元对日元的 这一个关键的这一个走势 为什么现在要盯着这边看呢 冲破了150了 现在150.4 进入了日本央行BOG 会去干预的这个区域呢 所以这里有可能是 就是随时去做这一种行动的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美金也开始往下去走的话 这对于股市呢 也是比较好的 毕竟DXY美金来说的话呢 也是这种繁殖的之一 来到这里我们也看到黄金 同时呢正好冲到差不多到2000了 规避风险的这个情绪面 还是比较的高 对了 最近呢还有小伙伴 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加密币的 加密币呢 被这个Larry Fink 也就是布莱德 BlackRock的CEO呢 说成是 一种新的Flight Quality 就是规避风险的这一种的资产 我们知道比特币在这里呢 是在暴涨的 因为有传闻就是 这一个SEC有一定的可能 通过比特币的这一个ETF 那这一个比特币的基金 被通过之后呢 那比特币的这个需求 有可能就是上去 机构开始去买入这一个比特币 所以这一边呢 就是直接的拉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涨幅是非常的多 而且没怎么样去卸涨 未来的一两天这一边呢 应该是会有下一个突破的 因为这里呢 是在走一个三角的整理的 这里花的比较粗浅一点 而且这里已经走到尽头了 就是看往哪一边去突破了 这里走的是一个Bull Flag 所以在这边如果进一步的突破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下比特币 会不会是等到周末呢 还是明后天呢 进一步的去找这一个 38000和40000之上的这个区域 暂时走势还是挺强的 但是昨天这一个消息面 已经出来了 DTCC那边呢 是看不到Bull Flag 注册的这一个IBT 暂时又被隐藏了 但是不一定代表就是 SEC不通过或者是批准不了啊 所以这里呢就是未完待续 好 今天的复盘事情就先到这里了 明天应该又是非常刺激的一天 到时候就去看这个大盘呢 能不能成功的触底反弹 毕竟今天夜盘呢 真的是不是这么的理想啊 所以希望明天呢 是能是更好的一天 期待观看我明天见